中文 變聲 音效 哼 投音 保護 換個頭 NOSER NOSER 我想什麼叫 GAMM 這一條絕對是官方唯一一條 搭載中文變聲語音的一個 變聲腰帶好不好 全世界應該也只有這一條出這個規格啊 裡面想說 嗯 怎麼拿出一個這麼常見的歐姿腰帶啊 我要先說台灣其實從KUGA開始啊 甚至到更前面都一直有在賣KAMELA腰帶 電視上都有持續一直播 但是呢 熱度就是那樣 沒有到很誇張 但是也沒有到太差 就屬於中規中矩的一個狀態啊 真正他們開始有大型宣傳的時候 應該是從W開始好不好 因為W大型推嘛 所以歐姿是接黨當然要大型推嘛 所以這時候呢 他們做出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決定就是 中文 變聲 音效 哼 所以呢 這個的話我敢講啊 絕對是神物中的一個神物好不好 它的神的地方絕對不是它的價格 因為它的價格真的很便宜 它神的地方是 它是唯一一條跟日方合作 並且是採用原裝DX 自己的一個製作 而產生出來台灣特別版的一個腰帶好不好 全世界開箱的人 你就是沒有看到有人認真開掉吧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開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們先看看盒子的部分 它盒子的部分 基本上好像也是有稍微做一點點改版 就是感覺跟日本原裝比起來好像高了一截啊 我個人感覺 然後從這邊的話去看到有沒有歐姿 然後呢再來是歐姿的一個驅動器 一樣附基礎三枚 再加一枚蟲系連組的硬幣啊 然後呢一樣刷刷球 名稱的話基本上也是採用日語的喔 所以基本上真的是跟日方原裝合作啊 這邊畫一個 鷹螂蝗蟲的一個型態啊 然後呢這邊畫是鷹虎皇 它背部的全部說明都是日文啊 所以我才會講這個是百分之百採用跟日本同樣規格的一個設計啊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看完之後呢 開箱 還是多多少少跟日本的包裝規格感覺有一點點差異存在啊 日式包裝基本上是用那種比較厚紙板的底啊 然後這個的話採用塑膠殼啊 基本上可以看到一個刷刷球 腰帶 然後呢再來是所有的硬幣都在下面 那我稍微把它沾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它基底的一個部分 基底的部分基本上跟DX的規格啊 一模一樣 基本上就是拿官方第一個原裝做的基底啊 完全沒有任何嚴格喔 日版DX然後這是台版DX 一模一樣好不好 不會有任何台式差異啊 沒有任何閹割的地方 然後腰帶部分就還是跟日版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的差異 日版長怎樣 台版就長怎樣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這就稍微比較一下 你們看得出來哪個是台版哪個是日版嗎 我也看不出來好不好 我只能看刮傷程度分辨啊 這個的話是台版 這個的話是日版 基本上它們的上色啊 顏料圖料啊 整個外觀形狀啊 都是完全一模一樣好不好 沒有任何任何的差異啊 簡單講就是改裡面的晶片啦 然後剩下的話就算都是完全一樣了 然後呢 吃的電池輸染也是一樣的 跟大家補充一下 然後呢 再次換大家非常在乎的一個硬幣部分啊 硬幣部分的話 基本上 也是沒有任何差異的 我這話是拿1819年的復刻吧 所以看起來比較驚喜啊 所以呢 總歸也講 它硬幣的設計規格是完全沒有變的喔 就算就跟當年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欸 再來是全中文的一個說明書好不好 現在這種全中文說明書啊 通常只有魂線 或是視野線才能看到啊 現在這個越來越稀少啦 哇有沒有以前還有那種什麼超級英雄特訓那種粉絲專業的卡片啊 這個話到現在也有啊 跟大家補充一下 它沒有倒閉 它沒有觀戰好不好 它到現在還有 然後既然都講到刷刀球嘛 所以我們大家開機聽一下音效好不好 這是台版的 這是日版的 基本上兩邊的開機都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上面發的光的特效也都是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啊 沒有任何差異 基本上都完全一樣 然後呢 發光的話就能發一樣的 沒有任何差異 然後 這是日版的 稍微給大家複習一下 音速稍微聽起來有 慢一點 來兩邊比一下 哎呦 台版的話會比較快 日版的話會比較慢 這個點我覺得是小事啊 因為每個出產前多少會有一點小小的誤差 所以蠻合理的 它那誤差有沒有到很大 它因為它快一點 然後一直累積下來越快越多啊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它這個部分 它就像是完全沒有任何差異的 就像是纖維的一些個體差異而已 好 那我們把它講完之後呢 HANDSHE 暴虎 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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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要先說 這是我第一次拿到實體 並且這是我第一次聽它的音效 後鏡這麼強 哈哈哈哈 哎 不是 哎 這真的太誇張好不好 哇 那吃震槍人耶 我真的已經完全不知道該講什麼東西了 雖然它後續的那個變成音效 就要跟日版是完全一樣 那個沒有辦法改啊 但是前面那個 WOW 好 再變一次 然後我們慢慢刷好不好 我們再給人家聽一次 老鷹 老虎 滑虎 老鷹 老虎 滑虎 老鷹 老虎 滑虎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集我要怎麼介紹啊 是咬字非常非常清楚啊 但是 這個是原版哦 所以中文版也快 讓我忘記 這三個原本念什麼好不好 哎 我要先說假 雖然 這個TAKA也是兩個字節的音嘛 我會覺得這麼奇怪的意思耶 它是 TAKA 它是用力好不好 然後這個話是 LONG IN 然後就是往上衝 所以呢 兩個音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根本沒有辦法聯想在一起啊 但是 哇 抱歉 這集我真的沒有辦法好不好 這真的很好笑 也不難看這個官方那一年是真的 想要力推COMMEDERA 讓它變成台灣的國民級大作啊 可惜後面沒有 比較可惜啦 如果有的話後面可能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中文語音了 比較可惜一點啊 但是 沒關係好吧 至少我們還是 可以稍微聽一下當年出了這種奇怪的產物啊 然後那我們稍微聽一下必殺機的部分啊 畢竟它是中文的嘛 我們當然要把最中文的地方慢慢刷啊 LONG IN LONG HU 荒虫 差不多這樣感覺 因為有這個基礎套子還要再附一枚螳螳螂嘛 所以我們稍微聽一下 哎呀這 我已經關了嗎 笑到連身都放過好了 最後我進來真的是很強耶 老實講 必殺機的部分我們再聽一下 好 必殺機的部分居然是一樣好不好 唯一有差異就是我們該換成 螳螂 的一個 硬幣 好嗎 因為我怕今天偏章太短啦 所以呢 我們再多補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居然是當年台版販售的一個 補充包啊 補充我們貓科跟我們的蟲臉啊 基本上你只要買基礎套再搭配這個的話 就會變成這兩個型態 跟大家補充一下 然後一樣有負責卡片 因為這卡片的話是當年為了要推行接機而推出的啊 對 三個字我覺得比兩個字更好笑 欸原版也算是三個字節 應該是三個字節吧 換成終於也是三個字節 這讓我很驚訝欸 好我們稍微一定要必殺技 羞心衝 羞心衝 台南 王朝 天明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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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心衝 然後呢基本上剩下就一樣了好嗎 羞心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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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來聽到必殺技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台灣特試版的一個完全開箱 我個人覺得總結來說這個算是蠻有趣的一條 算是蠻值得收打 這算是真正的跟日方合作 而且是完全拿到日方規格 再拿來修改音效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有歷史意義的啦 個人感覺 因為現在往後就像是完全看不到 不只是官方 連台灣官方他們也知道這種東西是賣不出去的 當年賣的很差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應該是絕對不會再出現 也可以算是世界僅存的一條中文版的搖帶好不好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Commet Lite 喔 這是一個中文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請大家訂閱一下 每週五下期見 掰掰 然後下一集我們每個月幫大家做個完全測試